一般比如說女孩子或是力氣比較小的 往那邊走的時候會卡住 撒不去 又推不上去 那我們現在的做法是 一樣從那個高度直接拉 拉到這個地方起 那這樣子的話大概我們剛剛算了一下 有那個1比12 那就是往前符合我們的那個什麼 這個那個 那個那個坡度 那這樣的坡度好像是說 我們在走的時候是很安全的 那那個什麼 不管是如你現在走 或是我們的拐杖在走 都會比較安全 所以會從這個平台 再直接再做一個小坡 再往上走 走到上面去這樣子 那這樣就是一個比較標準的 那因為我剛剛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這裡高齡的人很多 要佔了22% 所以必須要用到 用到這樣子的 應該會很多人